姐姐 衣服合身吗 合身呢 谢谢啊 我们是姐妹 干嘛那么客气啊 刚刚接到电话 谢了有顶事让我过去 我先走了 你带我和爸爸说一声啊 啊 这么急啊 蛋糕还没吃呢 帮我和妈说声抱歉 打搅了她的生日 苏西道了一声 往门口走 不知什么时候 外面下起了小雨 张嫂 陈叔呢 让陈叔开车送一下姐姐 哎哟 真是不巧 老陈开车 去去夫人的蛋糕了 还没回来呢 我自己走吧 麻烦张嫂给我一把伞 哦 行 张嫂转身而去 很快拿了一把伞过来 递给苏西 这伞几千块呢 大小姐仔细点用 苏西的眼中划过一抹冷潮 面上不动声色 打开伞进入细雨中 苏西刚出了大门 苏童便看到 院子里陈叔 正打着伞走过去 张嫂面露尴尬 哎哟 瞧我这记性 老陈半个小时前回来了 这雨天 让大小姐走出去 真是委屈她了 可能是 张嫂最近太辛苦了 有时间 我会和妈妈说 给你涨工钱的 谢谢小姐 以后我都听小姐的 给你涨工钱的